新冠疫情还在闹 新冠病毒呢也没有像总统说的那样 随着天气转冷会自行的滚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 越来越担心白宫方面 在其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新成员的推动下 向公众传递有关大流行的彻底错误信息 据NBC新闻报道 有记者听到CDC主任在通电话的时候 跑红最新加入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的阿特拉斯 这阿特拉斯可是深得特朗普总统的赏识 在NBC新闻获得的一段CDC主任 雷德菲尔德与某商业航空公司的公开电话录音中 雷德菲尔德气愤地表示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从亚特兰大飞往首都后 雷德菲尔德承认他指的就是阿特拉斯 这位阿特拉斯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加入白宫应对疫情工作组 是一位没有传染病或公共卫生背景的神经放射科医生 据报道 在加入工作组之前 阿特拉斯是福克斯新闻的常客 在采访里呢 他赞成重新开放美国 并拥护于健康危机期间特朗普的观点最为契合的观点 自从加入工作组以来 阿特拉斯已经成为与总统在一起时间最多的医学专家 最近几周当特朗普和记者交谈的时候 他会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里 从而提升了他的形象 阿特拉斯